好啦 反正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一起吃榴槤 我覺得榴槤真的很臭 Hey what's up 大家好 我是阿尼哥 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又到了 雖然母親節早就不知道過了幾百年了 但是有誰規定只有母親節才能送我媽媽的禮物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曾經想過一個問題 就是養一個小孩到底要花多少錢 沒錯 那個金額一定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多很多 那如今我也24歲再怎麼說也出社會一小段日子了 我思考了很久 最後還是決定要買一個我媽從以前就很喜歡的東西 來送給她 雖然說這個東西對現在的我來說壓力可能會有點大 但我覺得偶爾給媽媽這種驚喜其實還可以啦 畢竟這個東西跟我媽從小把我養育成人 兩個比起來這個禮物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 好吧 那現在我們就要去買禮物了 Let's go 還記得17歲那年 人生第一次要買禮物送給女朋友時 媽媽告訴我 送禮物並不是看它的價錢 最重要的是心理 如今24歲了 首次花自己賺來的錢幫媽媽買禮物 絕對不能讓她失望 怎麼去買禮物 你自己賺來的錢 寫你自己賺來的錢 再運用 趕快 再 поз點心 一場 再走 終於 終於 終於到 吵咩 開始錄了嗎 開始錄了嗎 你不用壓點大 反正就是 你錄的壓點大 我不會跟你講什麼奇怪的話 反正就是母親節 然後母親節到 我就是有買一個禮物送給我媽 真的嗎 在哪裡 小屁喔 買了一個禮物送你 哇 好開心喔 謝謝 你要給他們看嗎 對啊 哇 榴槤我的最愛是很好吃啊 我媽就是從一節到家就很愛吃 榴槤 可是我一直覺得榴槤很臭 對我來講榴槤很像 哪有像是 我今天就是要陪你一起吃榴槤 喔真的啊 而且我今天去菜市場買 很貴耶 它一包五百塊 我是被坑 哪有那麼貴 當然不是這樣子五百塊 因為現在要正常 我從來沒有買過榴槤 我不知道榴槤可以歸成這樣 對啊 很臭耶 它好甜耶 很臭耶 我一點都不像他媽對不對 你們有這麼年輕的媽 好啦 反正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一起吃榴槤 我覺得榴槤真的很臭 好好吃喔 這個很扣耶 對啊 對啊 因為它也是鮮 超好吃的 好不好 因為小時候 你就很愛在車上吃榴槤 沒有 你就很愛在車上吃榴槤 對啊 然後是超級超級臭 為什麼 冰桿又很不一定你給你吃 對啊 好啦 反正我現在有準備幾個問題啦 我原本是想要邊跟你吃 然後邊問你問題 這個是我的 這個是你 第一個問題就是 親愛的媽媽 每當您在看港片的時候 看到古天樂 就說我像古天樂 看到彭于晏 就說我像彭于晏 看到吳彥竹 就說我像吳彥竹 請問我到底像誰 彭于晏 而且重點是 這三個人完全長得完全不一樣 對啊 你為什麼可以把這三個人說都像我 對 彭于晏是長得80%像你 所以你知道我跟其他女生說 我長得像彭于晏 她回問我什麼 彭于晏 她叫我吃屍 你不要再認真看 認真個屁喔 沒有 因為你沒有很震驚的時候 你很酷的時候 不想講話的時候 真的很像彭于晏 嗯 好 OK 然後你還記得有一次 我剛回國的時候 我買了一雙球鞋 對啊 你還記得嗎 然後那雙球鞋我不是叫你試穿 對啊 對 然後那時候你就很開心就說 你就很開心說 哇這好好看喔 這是要送我的嗎 然後我就跟你說 喔沒有那是我要送給我一個喜歡的女生 我知道啊 你跟我說我是 是給我試穿看看好不好看 那你那是有很難過嗎 會不會難過 會啊 會難過會覺得說 啊其實正常啦 其實本來孩子到後來都是 老婆的 喔好 可是我買榴槤給你吃 榴槤500塊欸 他也價值不菲欸 你這樣講價值不菲500塊 人家人家被罵啊 沒有500塊真的很貴欸 你本來答應說要帶我去吃飯的 我說都啊就帶你去吃榴槤啊 火鍋一餐也才300多塊 榴槤一包就500 不然正常多少錢 300多 真的假的 家樂福 我應該是被坑了 那你還有什麼話想要對我說 希望你在事業上很順利啊 嗯你知道 我也希望你能夠 以後結婚取到 一個能夠很協助你的老婆 嗯好 啊可是不要忘了這老媽 好 好啦好啦 反正就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大概這樣 因為日子有點感情障礙 我不會跟你說什麼感性的話 嗯 我也不會跟你說什麼歡迎你之類的 好啊 就大概怎麼樣 好啦 好啦謝謝啦 OK你可以走了 好 我要去煮飯了 好趕快去煮飯 不要不要不要 真的好臭喔 好啦 首次跟我媽拍一個影片 老實講 壓力還蠻大 但其實我一直非常感謝我媽 因為老實說我是一個很便扭的一個小孩 我也沒有辦法跟我媽講太多感性的話 但就算是這樣 我媽還是非常非常的愛我 而這次的影片大概也看得出來 我媽就是一個 都會睜眼說話話的人 好啦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陪陪自己的媽媽